观念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首先带您看到科技界盛会台北国际电脑展 即将在6月登场 包括贵达 超维 英特尔以及高通的执行长 都会亲自来到台湾发表演说 而是否将败惠台积电巩固产能也受到关注 大家好 贵达执行长黄仁勋确定今年再度参与台北国际电脑展 外贸协会7号宣布 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也会出席 将分享英特尔AI解决方案 如何在资料中心 云端以及全球的网络和边缘 应用中开启新的可能 另外包括超维半导体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峰 加上正全力抢进AI手机的高通执行长艾蒙 也将来台语会 半导体业巨头齐聚台湾 关键之一就是台积电 因为不论是挥达超维英特尔还是高通的AI晶片 都需要台积电三奈米高阶制成的支援 到时黄仁勋和苏兹峰等人来台参展时 是否也将拜会台积电巩固缠难 备受瞩目 新唐云台电视王冠林 唐吉安整理报道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即将接棒掌舵 台积电熊本场上个月开幕 丰田集团董事长丰田张南也现身 在开幕典礼落幕之后 丰田张南与魏哲嘉短暂会面 两人共同话题就是车用晶片 2月24日台积电日本熊本一场开幕典礼 Toyota集团董事长丰田张南亲自出席活动 也抽空拜会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其实预计在今年底新建的熊本二厂 丰田也是股东之一 握有2%股权 两人见面的共同话题就是车用晶片 日本政府计划2035年日本国内电动车的比重要达到六成 这也意味着对高速运算晶片需求增加 尤其是10奈米以下晶片 以往几乎都自己掌握车用晶片的丰田 这次决定入股雄本二厂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分析 丰田的自驾车需要越来越多的晶片 而索尼是全球感测原件龙头 但是没有生产逻辑晶片 丰田和索尼这两家重量级日器入股台积电熊本厂 可以确保晶片产能供应无余 反動体というのは長く使うのもあれば どんどん先端に行くのもあれば 世の中の関心ってどうしても先端の方へ行きますけど ガジッと先端に行くのは そのレガシー投資というか そっちの方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ですからその辺のバランスを いかに自動車業界としても より応援いただくような形で情報発信していくか これが求め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 根据日媒報道 台積電熊本一厂占地規模 約4.5個東京巨弹 熊本二厂則擴大1.5倍 約7個東京巨弹大小 目前台積電在熊本两座工廠 預計总投資約3兆日元 提供3400個就业機会 日本政府也宣布 将对熊本二厂提供最高達 7320億日元的補助 新唐日雅台電視 林玉棠 李晶晶綜合報導 台湾協助印度設立首座12寸晶圓廠 利基電董事長 黃成仁首度透露建廠內幕 同時也看好下半年半導體事況 蔡總統就說 黃成仁就去做 我的經驗告訴印度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你要怎麼去做 了解印度的特色 未來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黃成仁公開表示 總統蔡英文親自交代下 台灣與印度開創半導體合作新案例 印度核准152億美元的半導體晶圓廠投資案 塔塔集團與台灣利基電合作 打造印度第一座的12寸晶圓廠 合作案2月6號敲定 利基電以IP技術轉移協助建廠事宜 3月12號東土儀式上 他將親自前往 有機會見到印度總理莫迪 台灣跟印度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去跟他總理 如果能見面的話 也要傳達一些訊息 今天這個跟印度合作 我覺得先開 就是開出一條路 讓台商到印度去 有一個新的辨識莫迪 相較中國成本高漲 市場過度競爭 黃成仁明顯看好印度市場 歷經集團因印地緣政治變化 成立製造IP移轉部門 未來將在三個國家 協助設立晶圓廠 這位中國企業大舉擴張 成熟製程低價搶單 黃成仁強調不擔心 電調2024年為集團轉型年 會強工可稀釋AI 邊緣運算新商機 也看好下半年景氣復蘇 我們現在反而情況不出 因為很多廠商在中國做 他要second source 或是他要因為要賣美國 他需要不同的原料 一定要賣台灣 這種慢慢在發酵中 很明顯的 美國政府很嚴格 比方說你做設備 裡面有什麼 連軌道都不可以大陸 現在是這個 所以慢慢的 他必須要把很多東西 拿到台灣的代工廠 黃成仁也重申 在台灣興建經營半導體廠 競爭力仍然最強 除了興建速度較快 土地人力等成本最具競爭力 美國禁令也促使外商企業 將訂單轉向台灣 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 是好機會 新台電視高級人 沈為彤台灣台北報導 展望半導體景氣 關鍵材料供應廠 重樂集團董事長郭志輝指出 半導體去庫存已到尾聲 今年是半導體業復蘇的一年 而隨著台積電海外擴廠 台日台美都正在朝向 合作的趨勢往前發展 今年是一個非常好的年 飛龍在天 半導體業迎來景氣復蘇的一年 供應上游關鍵材料的重樂集團 擴大布局 插旗歐美日等地 因應產業發展 董事長郭志輝宣布 進軍中古設備翻修市場 2022年動土的石英廠 也預計今年4月啟用 隨著台積電到 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 台灣相關供應鏈也跟隨腳步 重樂也在其中 但台積電美國廠進度不如預期 加上人力取得考量 董事長郭志輝表示 正平不把廠房設立在其他地區 我想德州有很大的市場 包括德宇 包括三星 包括NXP 他們都在擴廠 那最重要的我這個好朋友 這個環球晶也在那裡 那相對的在亞利桑那 它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台積電 一個就是這個Intel 所以我們衡量一下子 就是可能會先到德州去 另外有產學界人士示警 美國經濟法案不但無法扶植 美國半導體 還會削弱台積電 甚至傷害到台灣 到時台美都無法承受後果 對此郭志輝提出看法 他可能對台積電 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好 美國的經濟法案補助的 一定是美國的公司 你台灣要去 你要有本事 未來的半導體一定是合作 一定是合作 最好的模式就是台日合作 台美合作 郭志輝強調 台灣真正厲害是在生產製造 脊梁率可以比別人強 對於接下來的發展趨勢 郭志輝認為AI 電動車及醫療 都可以關注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玉堂 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好 半導體因緊急復甦 人才培育也是關鍵課題 台積電攜手台大開啟台德合作 培訓德國30名學生 台大表示未來將擴大規模 致力將台灣打造成全球半導體教育中心 台積電攜手台德政府及台灣大學 建立國際半導體人才培育計畫 德國三所大學六個國家三十名學生 來台接受四個月的學科訓練 加上兩個月台積電中科場實習 開幕式上台大校長陳文章 德勒斯登工業大學技術長 校董羅納德 台積電人資處長趙恆毅 以及德國駐台代表許佑格都與會見證 這次人才培育計畫 也為台積電德國廠出路 德勒斯登廠預計年底動工 2027年量產 已經來到台灣的歐洲學生 相當興奮 期盼深入了解台灣半導體產業 臺大今年率先示範計畫 期盼明年規模擴大到一百人 並由使用者付費 台大表示未來這樣的模式 有望擴及到全台頂尖院校 希望把這個model建立之後 未來其他 因為台灣其他的各大專業院校 也有很多半導體的這些 相關的一些課程 那未來就其他的學校 也可以協助幫忙訓練 像這樣子的一些人才 台德產官學合作 不只為台積電培育人才 同時也要將台灣打造成 全球半導體教育中心 新唐人亞特電視 曾一豪 念韻祥 他們台北採訪報導 好 帶您看到這一週的 財經趨勢短播 今年台積電再度啟動 北中南大擴產 預計4月展開中機 建設中的2m晶圓廠 先進封裝廠共達10座 中國是特斯拉目前唯一有 超級工廠的亞洲國家 但未來可能有變 泰國總理辦公室透露 特斯拉正在與泰國政府 談判蓋工廠事宜 NVIDIA近日警告開發者 不要在第三方GPU上 運行QDA軟體 外媒解讀 這個舉動也暴露了 中國晶片自己 自足野心的弱點 也就是對NVIDIA的過度依賴 外送平台UberX 推出送餐機器人 在日本東京投入運行 這讓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後 全球第二個讓機器人 實際上路送餐的國家 新唐人亞特電視整理報導 那您關心臺灣量子電腦國家隊 順利端出第一個自研自製的量子電腦 本週國客會議發表兩大關鍵發展 藉由晶片技術 將量子電腦體積縮 至少百分之四十 也成為產業關鍵競爭力 臺灣自研自製五位元量子電腦 年初問世 標誌臺灣寄生自主研發國家之列 這回中研院院長廖俊志 國客會主委吳振忠 以及清大工研院國家隊 一位關鍵成員到場 再斷出量子電腦 兩大技術成果 我們現在量子電腦 你可以看到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 像我們的冷凍櫃 非常大 它後面有很多的儀器 搭配臺灣的這個半導體技術 然後把它微縮化 把這些的控制的儀器全部變小 以台積電二十八奈米製成 完成國內第一個量子電腦 低溫控制晶片 可以在負兩百六十九度 四K的低溫下運作 大幅縮短量子電腦訊號傳輸入境 功耗相較國際大廠低了50% 等於為量子電腦未來體積萎縮 打開最關鍵難題 未來量子電腦帶著走不是夢 看到這麼大的一個量子電腦 現在是整個房間 以後會越來越縮小 那個臺灣的強項 跟周邊的晶片 控制晶片跟模組 也同步在開發 那那一塊也是臺灣蠻大的機會 功耗降低50% 那同時呢 這個在線性呢 到了90% 比全世界最好的系統 都還要好 量子通訊遇到的資安問題 臺灣清華大學也與中華電信合作 以不可能破解的加密機制 實現跨線式量子加密通訊 未來設備走向模組化 下一步將測試100公里 長距離量子通訊的可行性 不僅不能錯過 而且臺灣我覺得還有很大的利益 因為臺灣在製造方面 特別是IT產業有非常強的基礎 所以這方面 臺灣不只可以追上 而且甚至有機會可以達成 領先的世界的一個角色 未來量子通訊可用於金融電子商務 國防通訊 臺灣自主研發量子科技 持續在關鍵技術 掌握領先地位 新代理事高江倫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導 機械工會在本週發表 機械產業檢視展望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今年一月 臺灣機械產業出口 終於轉為正成長 機械工會理事長魏灿文 期待第二季將會好轉 並預期機械設備業出口 取年有望成長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十 機械手臂靈活操作 今年一月 臺灣機械產業出口 終於轉為正成長 在美國提倡美國製造下 帶動臺灣機械設備外銷美國 雷市長魏灿文提醒業者 隨著中國經濟衰退 供鏈移轉 一定要分散佈局 大陸從百分之四十掉到百分之二十五 現在美國取代大陸 變成我們第一個輸出國 整個大陸的經濟是普遍率 供應鏈了 大家都移出來 所以大陸的市場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要想辦法開動其他的市場 墨西哥 土耳其 波蘭這些市場 我們要加緊腳步 隨著台積電佈局全球成形 對臺灣機械業來說 五一市一大注意 我們臺灣在這個半導體設備裡邊 只有風窗的部分 可以站到邊 所以多多少少還是會有幫助 像這個業的這個電子設備成長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效益的表現 這個應該最少有10到15% 魏灿文指說 在國際加速轉移與分散製造基地下 預期今年臺灣機械設備業出口 先持平再逐漸向上發展 全年有望成長5%到10% 新唐人雅台電視 高舊人 趙婷玉 臺灣台北採訪報導 面板大廠群創九行法說會 去年面板景氣已逆風 群創是持續拓展非面板領域 降低景氣循環影響 董事長洪敬陽期盼 透過三大利器加速升級 面板大廠群創四日舉辦首次 二零二四上半年集團法說會 去年面板業景氣 營利風 群狀拓展非面板領域 降低傳統面板景氣循環衝擊 展望今年 董事長洪敬陽提出期許 至少毛利現在在過去的兩季都是正的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先做到 至少單季要轉歸為營 議員政治的緊張造成紅海運輸斷流 被造成需要更提前拉貨 那這樣的結果讓我們看到 春宴是一隻飛鴨 那我們希望要成群的飛鴨 總經理楊晉祥指出 春宴到來還需要東風 吹走地緣鎮制的這片烏雲 醫療衛生 車用 以及半導體先進封裝 這些是群創布局 非面板領域的利器 尤其半導體先進封裝 下半年可提供客戶 月產能進1000片 現在正在規劃 第二個階段 比3K到4.5K的產能方向去規劃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去年大概都是在22%左右 那一直到去年第四季 當然有一個上升的一個趨勢 受用未來的一些訂單 還是蠻強勁的 希望能夠更平衡的 把群創發展成一個 更完整的一個科技公司 法人也關注 群創與印度Verdenta集團 合作面板廠的進度 跟我們合作的事業夥伴 Verdenta的目標 是在印度協助他們建立 第一個大世代的面板廠 然後目標是做面板的鏡頭取代 也可以同他們去把我們整個 專案的project到總理府去報告過了 所有的東西現在就在 所謂印度政府最後的決定當中 另外近期傳出蘋果穿戴裝置 取消採用MicroLED顯示面板 群助翔表示 蘋果不做 對非平鎮言來說 可以好好發揮 也會是一個機會 新唐亞在電視 胡宗翰 林玉堂 李晶晶 臺灣 臺北報導 讓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作詞 李晶晶 臺灣2024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年會登場 總統蔡英文與產業大佬出席 探討臺灣科技發展在生醫領域的機會和策略 2024生策年會 總統蔡英文以及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 技嘉董事長葉培成等多位科技產業人士出席 共同探討臺灣戰略產業精準健康 學術界醫療體系或IT產業的跨界合作 我們可以利用新的AI的力量 共同IT科技的領域解決實際的健康問題 醫療問題 臺灣健保其實有大量的醫療的資料 跟科技的作為結合 我相信這個發展一定非常非常棒 加上現今社會需要的其實已經不只是醫療而已 而是全面性的健康 這個必須要更早期還有更全面性的來做 市調機構指出精準醫療市場將從2020年的620億美元成長到2025年2557億美元 年平均複合成長率32.1% 市成堂認為導入科技應用將提升醫療招呼機構的營運韌性 善用智慧醫療CPS 虛實整合系統與Digital Twin的最新技術 將能加速落實精準健康 虛擬照顧 以及提升醫院韌性 這也是臺灣邁向Healthcare 4.0的關鍵 在這裡我也呼籲臺灣的醫療與科技產業 大家一起來努力抓住這一波智慧醫療的大趨勢 聲策會會長翁啟會認為 生醫產業已經演變預防性精準健康產業 ICT高科技將扮演關鍵角色 而這是臺灣機會 總統蔡英文表示 聲策會鏈結全球醫療供應鏈重要的夥伴 讓臺灣成為國際生醫創新研發的重要樞紐 新坦爾野太電視王冠林 曾新銘 臺灣台北報導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開幕 規模較去年成長近15% 更詳細的內容收集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本週開幕 規模是超越疫情前的水準 對於自行車庫存趨劃問題 業者預估庫存大將 情況將好轉 台北國際自行車大展6號登場 徵集了950家國內外企業 使用3500個展位 規模甚至比2019年疫情前再成長15% 冒協董事長黃志芳也看好今年展覽 將創下歷年最好成績 自行車或者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這個絕對是人類未來 邁向近零碳排當中非常重要的交通 還有運動娛樂工具 那整個產業的長遠展望來講 其實是很值得大家樂觀 以自行車展增加15% 及運用品展增加25% 所以我想商機應該也會 會有等比例的成長 疫情期間自行車業吃到紅利 但隨著而來2023全年 也面臨到高庫存的問題 對此自行車大廠美利達認為 今年庫存大將是好消息 四五月訂單可望提升 預估整體出貨量和去年差不多 據大則表示市場訂單陸續釋出 預期第三季去庫存化情況好轉 董事長杜秀珍更提到 高階產品需求強勁 那我們的這個動能應該 在第三季第四季應該會呈現出來 那今天這樣一個很重要的 台北自行車展 就是為我們在往下的那個 景氣的復甦打響第一炮 台灣在這個自行車產業 數位轉型的工作做得很徹底 那可以透過數位轉型 來強化我們在全球供應鏈的韌性 自行車展也合併國際運動 及健身展 兩個站有超過90個國家 將近4000位的國際買主 預先登陸觀展 冒險看好 展覽將帶動前年 運動和自行車產業雙機 新唐人也在電視 黃亮簡陳輝謀曾新銘 台灣台北報導 繼續看到微型移動呢 是今年自行車展的主題之一 電動滑板車品牌搶工程式交通雙機 有IT業者研發電動自行車 記錄使用者的習慣跟路況回應 兼顧安全與時尚 在台北自行車展有多種類型的電動自行車 這款電動滑板車可以適應多種類型的路況 讓城市交通更方便 簡約設計宛如道路小幫手 平常交通包包太重才買東西 甚至超商取貨都別擔心 業者獨創電動滑板車 結合載貨籃 讓民眾可以輕鬆上路 從電動模組本業跨入自行車產品 目標外銷歐美各國搶工程式通勤組商機 IT踏板就會解鎖這款人工智慧自行車 可以記錄所有體驗者的真實數據 我們就加入非常多IT的元素 就是會蒐集很多使用者的使用習慣 然後他每天騎乘的一些數據 然後建立一個模型之後 去把它做一個個人化的呈現 IT業者開發智貴電腐自行車 可以記錄騎乘者的踏板力量路況回應 搭配APP更有碰撞防止監測 兼顧護腕行車安全 2024臺北自行車展 今年特別設計試乘區 讓民眾親自體驗電動載具新科技 新臺灣亞代電視高家聯林玉祥 台北採訪報導 讓您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3月12號立基電印度合作案動土典禮 3月12號大力光與公園院成立能源公司 3月12號美國2月CPI公佈 3月14號鴻海合碩舉辦法說會 謝謝您收看這一週的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玉 我們下週再見 我們下週再見 我們下週再見